今天给大家开箱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应该是算前几年很火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最近几年又没有太多声音 但是慢慢这个产业发展起来了 然后这个产品也变得越来越好用了 而且价格也是就是越来越低 然后更多人能接受能享受的价格 最近呢就是我的工作是想做一点这种智能硬件 什么的这种东西 所以呢就买了一个3D打印机 之前我也玩过3D打印机 那这次呢买了一个Ander 3 SE 我之前有一个Ander 3 VR 然后这个VR呢它挺好用 但是有一个功能它没有 需要你改装才有就是自动调频 3D打印机呢调频是一个非常非常繁琐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觉得就是每次你要去调频的话 就是你稍微动一下就要重新调频 然后比如说你弄了不好 可能这个头就给你磨没了 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开箱吧 嗯这个我要同声一讲 现在是晚上的5点钟 我是搬过来当同工的 来开吧开吧 好我们刚刚把这些零件拿出来开箱了 然后部件呢大概就是这些 就是这个是一个龙门架 然后这个是它的这个加热板 是一个它HOT SURFACE 然后这边是它的挤出头一些附件 它这个完成度就是帮你预装的完成度还是挺高的 我预计呢大概在20到30分钟内就能装完 那我们现在来一个猛派 那我们现在这个三级栏已经就装好了 嗯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简单的对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一些就是怎么构成的它如何工作的还有它一些原理 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叫3D打印的料 它是一个PLA加的一个的一个材质 然后它等于说是有点像我们平时玩的热熔胶一样 嗯就是把它融成一个器丝 然后呢去去打印出来 通过这个热叫HOT HAND叫热头去加热 经过加热以后瞬间融化 然后瞬间的就再把它结成凝固 把它打成我们需要的一个样子 然后通过这几个轨道的运动 其实这个头可以在三维的空间中任意去做在任何地方去做一个运动 然后去做到一个把料打出来 然后把它打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对的 然后这个整体的结构我们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 哎 相机打印可能为什么就就就觉得它可能很复杂 事实是它其实整整体结构是比较简单的 它是要构建一个三维立体的一个图形 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其实我们很简单的这些想法就是X轴 Y轴和Z轴三个轴 你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机床 它通过一层一层它那个 它那个喷嘴 料的堆叠 对喷嘴的那个料在这走走走 然后不同的那个形状走出来 然后它喷出来那一瞬间 然后它会凝固 然后它通过就是它喷嘴的很细的一个丝嘛 然后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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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复的堆叠 然后堆成一个3D的一个图形 这个里面其实整体的它的硬件 其实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如何去把这个3D文件 然后结合到这个机床里面 就是精密的去打印出来 这台机器的精度就是还可以 它精度是可以调节的 它的那个质量是可以调节的 是的它可以通过它的这个时间 就是说你比如说打的越慢 它可能会变得更精度更高 更细 然后调出来的那个更细 然后让你的整体的那个模型 打出来的就是精密度也好 然后看起来那些细节也好也会更好 但是牺牲的就是时间 等于是我们如果要打印一个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说你在网上看到别人打了一个有意思的东西 你觉得这个摆件可能一个摆件 或者一个可能一个支架 就是生活中可能我们平时会用到的东西 你觉得有意思 而且要是这个 就是有些人会去自己去做 就是做出来那个3D图 就是3D文件 它会分享出来的 如果它愿意分享出来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3D文件下载下来 然后下到SD卡上 然后把它烤到机器里面 让这个机器就直接打印出来 你就可以节约一些时间 你就不用去自己要去一遍一遍测试 然后去调整那个3D文件 就像我之前就做了一个太空人的一个模型 然后把它传到了网上去 然后大家可以下载它 你不用去说一定要自己学会建筑 对 然后你可以说去网上下载一定的图形 下载3D文件 像我们我经常用的就是叫一个叫 Thinkiverse的一个网站 然后通过这个网站我可以下载到很多 比如说别人已经做过的 我们不需要重新造轮子的一些东西 然后下载它以后把它这个文件 经过我们刚刚的切片软件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Toolpath的一个切片软件 切片了以后 然后它就可以做到说 去把它这个别人上传的文件去打印出来 然后那我们现在就打一些好玩的东西吧 OK 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那个参数文件调好了吗 调好的话可以直接打 然后等会儿给打好之后 给小伙伴展示一下 给大家看一个就是打印的过程 加速的 OK 我们打一个三个小时 我们就可能换个三个小时 对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延时摄影 对 那个时间就比较节约 OK 现在我们开始打印 好 在五个小时后 我们的这个3D打印的这个小摆件终于打好了 对吧 然后呢 错格呢 也因为实在是撑不住回家睡觉去了 那跟老款的这个Andre 3相比呢 就跟我之前用的那款相比呢 它在打印的质量上也是有提升的 因为它的这个挤出机变成了进程挤出机 所以它对这个料的这个控制的精准也提高了 在便捷上呢 它其实也变得更易用了 因为呢 它加入了这个自动调频器 你每次打开的时候 只要按一下自动调频 它就能帮你把这个打印机自动调频 这样子的话 你只要插入你SD卡 然后按打印就可以了 那除此以外呢 最近我还听说Andre他现在出了一个3D打印的这种网络打印盒子 你只要把它往这个打印机上一接 然后你就可以从手机上或者电脑上一键发送打印到这个3D打印机上 那这一期的3D打印机内容 那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对我们的视频相关内容感兴趣的话 比如说3D打印机或者Home Lab或者Networking 感兴趣的话请点击下方的Subscribe button 如果你想更多多的支持我们 请打开视频下面的小铃铛 这样每一次我们更新视频都可以收到这个提醒 好 我是半年一更的博主Peter Tag 下期见 我工作的一个流程 就你切了一下 没关系 B-Roll到时候我们会重新拍 就是 错哥在讲这个时候 我们就拍他在动 对 但是我们要不就给他放一个好 安一个好家吧 B-Roll B-Roll